李小龙的死 时至今日仍旧让人扑朔迷离 李小龙弟弟李振辉先生 在做客一档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道 关于李小龙的趋势 我们听到过很多的原因 不疼死亡 不幸死亡 关于李小龙的真正死因 坊间也是议论纷纷 各种说法都有 著名导演文卷先生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就是所有种种传闻 什么有人暗杀他 什么死于逃射的 其实我认为都不可能 但是我们看他龙僧苦斗 他最后一步就是完整的篇 你看他的身体 看他状态其实特别瘦 特别累 因为他也经常我听说 他之前老是追求 这个人体能力的极限 所以有些器材去用电也有 吃药也有 所以可能是到了一个顶点 真的是突然间崩塌下来 文卷排除了李小龙死于谋杀 还有死在情人丁培床上的说法 他更倾向于李小龙身体投掷 过度劳累 频繁的吃药以及极端的训练方式 使身体最终承受不了导致的死亡 据李振辉回忆 我说他五月份才回来 三个医生跟他检查过 他的身体很像18岁一样 李小龙在73年5月份到美国检查过身体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医生检查的结果是 李小龙的身体竟然和18岁小伙一样健康 种种迹象表明 在拍摄龙争虎斗期间 李小龙的身体早已出现了问题 合拍唐山大胸时期相比 身体明显更加消瘦 经常头痛发作 有时在片场突然昏厥 对于李小龙的死因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对于李小龙的死因